收看萨娃达说给您带来的刀桃直播比赛解说 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 生涯联赛 生涯联赛的首轮比赛 那么第二个场次 Liquid对战 Immortals BO3的第二场 看看双方这场比赛的一个搬选 Liquid这场比赛继续去拿亚龙和拉比克 这场比赛由于是 Immortals的一个先搬先选 所以他们选择是搬掉了一个 后乱支援 然后搬掉了冰龙跟夜魔 我们来看一下Immortals的前两手 前两手是搬掉了一个 前三手是搬掉了先知 这个DS和光法 一手抢了一个剧毒 剧毒术士这个英雄 在当前这个版本里面 其实我个人感觉优先级 不至于这么高了吧 那么巫妖这边选择是 第二手选择是拿出的巫妖 Immortals这边 独龙二技能一改 二技能一改 感觉不厉害了 怎么可能呢 他等于是把以前的一技能和二技能合在一起了 然后又新增了一个二技能 等于你居然说他变得不厉害了 而且得到二技能本身也很厉害 对吧 大叔怎么回避战了 不算是回吧 火猫那边不让我剥了 不让我剥了 咱们就回这边偷偷剥对吧 虽然这边看这个游戏的人也不是很多 咱们就偷偷剥 我想尝试去国外的直播平台 像twitch或者什么hitbox等等这些 但是太卡 这个码率一高就卡 所以是比较绝望 感谢咱们观众送送的礼物 三四四五手的搬选方面的liquid是搬掉了白牛和雪魔 继续去搬这个雪魔这个点 就是不放 有别的妹子就不理我 不是有别的妹子就不理你们了 是因为那个 我在B站这边 他的那个弹幕机 那文字存在的时间特别短 而且跟礼物不分平 所以呢 就是刷的稍微快一点 或者我只要是三秒钟没看 弹幕就没了 你知道吗 三秒钟不看这个弹幕就没了 所以我也没办法 等回到那个 另外一个弹幕插件好了以后 应该就会好一些 Immortals这边选择是 拿出了剧毒和巫妖两个英雄 以后第三手liquid拿出的是土猫 GH的土猫 那就是KKY的拉比克 这场比赛 Immortals也是拿出了 自己的这个看家绝招 三号位的赏剑 三号位的赏金 看看第四手的男人 Liquid在第四手男人方面 Miracle上一场比赛的 这个尖胜打的没什么毛病 这场比赛 他们其实还是一个缺AOE的阵容 大家说准备拨到几点 我今天的直播 会把这个比赛全部拨完 拨完的话 那是三个BO3 之前已经是结束了一场了 这个是第二个场次 现在是北京时间 凌晨 0点40 也就是不到一点 那么这个比赛 如果直接打完的话 下一个BO3结束的时间 应该是在明天早上 4点到5点左右 我估计可能要打到早上 4点到5点 然后打完了以后 我应该是去 然后我要继续等 然后我不会睡觉 我会再继续拨一会 因为闲着也是闲着 会继续拨一会别的 拨一会别的 等那个早晨6点多的时候 我去接我儿子回来 我儿子发烧了 好 感谢老王王赠送的这个红包 这个微信红包非常感谢 那么这个解说比赛有的时候来不及去看 也是希望理解 Immortals在第四手是拿出了一个TB 而Liquid则是拿出了一手帕克 那么Liquid这边从颜色来分析的话 他们争出了一个叛徒 帕克应该是交给Mate Control去打三号位 四号位的土猫五号位拉比克 那么亚龙肯定还是交给这个马图曼曼去打 去给这个马图曼曼打这种非人形系英雄 Immortals这场比赛在第四手拿出TB的话 也就是说他们现在的这个阵容 大哥位已经都齐了 这支队伍大部分情况下 会给Furv去打三号位的一个赏金 最后一手的班人方面 现在差的是一个酱油位 但是也不是不存在四号位赏金的可能性 所以现在Liquid在班人方面有一点 多少有一点捉急 但是我个人还真是不太看好 有没有投资这个阵容 这场比赛他们这个阵容在前期战线方面的话 TB这条线有可能会吃亏 这是一方面 然后第二个问题在于 他们的输出偏少 团战尤其是团战 团战的输出可能比较依赖 这个剧毒的大和乌妖的大这两个东西 作为团战的一个输出点 那最后一手 从Liquid的这个班人来看的话 是不是可以考虑班一个收割型的大哥位 这个没时间了呀 不班了吗 班了一个DP 最后一秒钟班掉了一个DP 溜了溜了 修不起先 等时播视频 那个你们先先先睡的就睡啊 如果啊 咱们就说 如果我特别的背啊 运气特别的差 这个 这个直播间不让播了 对吧 那我也会把这个比赛呢 用这个录像的形式都给大家做出来 这个是肯定的 不会耽误这一点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 这个扛不住我的可以先休息啊 这个不要紧 确实也已经很晚了 那么最后一手 Imitos是选择拿出了一个一号位的VS 那就是这个VS是交给MP去打 最后一手 最后一手 一块的居然是拿出了一个小鱼 交给这个Miracle去打 版本之子 拿出了一个版本之子 看看这样比赛Miracle的版本之子打得怎么样吧 果然是QO的这个TB和MP的VS MP打VS的话应该还是可以 但这张比赛中单谁去打 独步的5号位上进 Five的5-1 这张比赛从分人来说的话 如果Imitos不是大招的话 他们这张比赛应该是被Liquid算计了 但是从赏金的这身衣服来看 我觉得好像独步还是有一些 做了一些准备的 他说小鱼为啥 小鱼为啥是版本之子 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他的爸爸呀 因为所有人都是他的爸爸 小鱼这个版本的改动 你不能说他变弱了 你不能完全说他变弱了 但是这个英雄 他主要是也没变强你知道吧 这个就是问题了 就是其他的英雄都在变强的情况下 他没有变强 石敏杰 八力量 三十攻速 二十吸血 一百五七月伤害 三秒突袭束缚时间 一百二十秒能量转移持续 和暗影之舞持续时间 这他妈天赋 还不如给个黄点的 你还不如给我个黄点来的 实在 看看Miracle能不能把这个版本之子给打好吧 现在由于这个开局开悟TP出来的这个操作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现在大家都是开局五人抱团一起出来搞机 每个人都有一部分是在自己的队友身体里边 然后自己让所有的人一块出来 为啥为啥这个版本重做的英雄没进小黑屋 因为如果从进小黑屋的话就没有英雄可以选了 因为都都几乎可以说都重做了 这双方也是 这边Immertals没有选择去TP Immertals是让酱油去帮着卡兵 然后自己选择是溜的回来 马桶的亚龙是选择走回来了 不过从卡兵上来说的话 马桶又是占了一个绝对的优势 你这场比赛 你拿中单的TP去打亚龙 不知道不知道该怎么说 哑口无咽 说不出话 说不出话 Immertals这场比赛又是遭遇了 Liquid的一个劣势度刚三 那么下路呢 这里应该是一张TP来下路了 跟自己的队友换一张线 让Foreal上去打 Foreal的三号位剧毒 他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把上路线给占住了 其实因为小鱼打不了蛇伴 小鱼打蛇伴很蛋疼的 刚刚剧毒旁边的那个香蕉是啥 因为他是香蕉哥呀 剧毒的嘲讽是香蕉 他是往地上扔一个香蕉 香蕉舞者 他就往地上扔一个香蕉 然后让别人来捡 捡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大棒子都插出来 对下路的补刀现在来看的话 其实这个帕克日子过的还是可以的 中路这个地方QO是给了一个倒影 然后我愉快地漏了一个一血 卧槽 剧毒打小瑜伽拉比克也能被给拿一血的呀 还有这种操作 超出我想象了呀少年 这不是我二了我二了 这一只的这个滚的位置不是很理想 不过好在马桶在身边可以去掩护一下 这里给上一个倒影 QO这个操作其实刚才有一个失误 他有一个平A没打出来 如果那个平A打出来的话 应该不用追在这 应该是在这都杀了 这样可以自己少挨两下马桶的攻击 其实 不过马图巴曼现在在中路被对方的这个耗血耗的也是比较残 土猫滚过来找了一下毒布 手里有粉 不过也没法撒 撒了也没有用 毒布这波回来 他得吃的去吃神符 吃完了以后 对方家里的这个神符呢 是也是他吃的似乎 这一只现在手里是有粉的哟 你这么浪真的合适吗 现在毒龙他不是伤害低 他是必须要开这个毒性攻击才行 不开毒性攻击就不厉害 哈克在下路又是成功用一个法球逃生 上路感觉这个forvive又是很难怪这个日子 直接用了一个舌帮把自己卡在树林里边堵上路口了已经开始 forvive现在需要的是三级 他只要升到三级就好过了这个日子 给上一个减速 tb 变身 一个减速 这样马桶应该是浇了 qro在中路你别说 他这个一技能和三技能对点的这种还真是有点凶 这里垂住以后土猫能不能合击致死 还差一下 A死 毒布也要凉 mp被对方支援过来 可口可以拉比克打一波以后呢 在吃塔的两下普攻 麦根之后下一个法球 那肯定是死了 一个法球过来直接带走 这样mp的vs也是被对方找到一波机会直接击杀 那人头数目前是3比3 Liquid在经济方面的是小领先一点点 qro在中路刚才这个变身没有结束 又是打了一波这个马桶的亚龙 打掉了不少血的还是 亚龙其实现在的这个毒性攻击 等级其实应该是先点起来 因为这个毒性攻击现在的这个蓝耗的问题比较大 他的蓝耗现在是点的越高 这个耗蓝越低 而且附加的伤害也越高 其实这个应该是先点起来的 优先级应该高一点 kky这里是抢一个对方的神符 但是自己这个位置感觉很危险 这里给上一个减速 继续往上追 又吃了一个神符 这两个神符吃了倒是还行 不过你自己肯定是凉了呀兄弟 吃了两个神符 这两个神符钱跟给对方的这个钱差不太多 这里tb又是一个倒影 这个倒影现在tb的这个倒影 其实以前是一个神技 但是后来呢 因为太神了 所以被削弱了 被改了 其实就是重做了 不过并不是说这个技能改了以后就不厉害 事实上这个技能还是很厉害 只是在他的技能优先级里面 这个技能的优先级比较低 这里三个减速给上来 土猫过来一小时到踢中三个人 效果还是不错的 但是自己感觉要凉 这波tb往回拉一下 应该是死了 这个tb有什么感觉 还行 又多扛了两下 最后这个拉比克没办法了 只能是给一个肉滑能流 tb这个技能主要还是护甲实在是太高 这个东西 它这个基础护甲实在是高度有点离谱 所以你看到塔打到他的身上 包括亚龙打到他的身上 英雄这个攻击打到身上 基本上就不怎么掉血 最后还是只能是靠这个魔法的输出 去把这个tb给打掉 不是亚龙选择是 哎呀亚龙还是选择就一级的这个毒性攻击 其实这种加点方式 怎么说呢 团战可能比较厉害 但是 这个Miracle的小鱼现在是马上到六级 马上到六级 这样的话这个小鱼应该是挡不住了 这个节奏 大家看一下现在双方的一个经济情况 小鱼目前全掌第一 tb第二 这里小鱼到六了 小鱼到六了的话 毒部应该是颠了 他们在上路待着没意思了 Miracle现在藏在这个树林里面 可以比较愉快的去回血 Furvive的这个剧毒在上路呢 暂时也算是把这个线给占住了 就是不管怎么样 他现在起码是不会轻易的被对方击杀 而且呢 自己作为这个三号位而言 现在的剧毒打三号位 其实比以前要更自由一点 中午这波tb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有点危险 但是不会死 因为自己这个倒影的等级比较高 有二级 再加上自己的队友支援还是比较快 一张tb很快就落下来了 无妖过来给套上一个冰甲以后 确实也是让Liquid这些人不太好杀 本身护甲这个货就高 然后你还再给加个冰甲 他再切个敏捷腿 身上还有圆盾 这个加油现在快都已经快达到雾免的一个程度了 但是这个魔法伤害对于他来说还是比较疼的 吃一发魔法换血 nice 开变身 开始找拉比克 拉比克这波也要凉 拉比克这波凉了以后 亚龙还是想去杀一下对方的这个tb 但是无奈这个tb真的是太硬了 这个英雄 物理输出打tb真的是太难 必须要去怼这个魔法爆发 一会儿咱们这场比赛 可以看一下这个剧毒准备走什么流派 现在剧毒是特别标准的两个流派 一个是这个煤气罐流 一个是蛇蚌流 MP这里吃了一个魔伴 跟对方再拼一波 这里换一下队友 还是要被法球打到吗 没有打到 这个时候上来 吃大药 乌妖过来给上一个平A 开一个F 乌妖一个平A 一个脑碗 nice 这一波是 immortals打得非常非常漂亮的一波团 在下路的这一波 解除是非常成功的 是录播吗 是是是的 我们这个录播的解释 叫做一边录制一边播出 所以叫做录播 小鱼现在的一个经济是 还是继续保持在全场第一 这里帕哥进来打一套VS量了 MP的这个VS MP这个选手 上限真的实在是太低 他跟QO这两个人 基本上就是完全没 他跟QO来比 就没法比 以前在这个MP刚刚 MVP那只战队 刚刚就是拿到第一个大赛的冠军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家感觉好像 这个MP跟QO两个人都是 非常顶尖的两个人 但是让最后证明就是 只有QO是顶尖的 MP是真不行 这波马图巴曼的有点心急 他现在很想去利用自己的技能 去搞一些事情 把自己的一个经济和等级补起来 但是现在这个日子不太好过 一会儿就看miracle的小鱼了 miracle的小鱼 我也给我给大家去做过他的第一视角 在有经济以后确实打的还是相当的出色 可以说 现在经济方面 liquid还是领先着不到1000 人头方面 immortals是小额的小U 人头是小U 但是 MP的这个VS 经济太差了 这里再给上一个C减速 然后不断的去AEA你 下落这个位置是两个人想过来去捶一下对方的这个帕克 这里换回来 给上一刀一个铁 一个锤被对方躲开 给上沉没 已经有法球了 这里可以飘走 这波杀不掉了 这一波的击杀不能够成功是没有办法的 就是你这两个人的技能的特点就是这样 第一波追不上 那就是追不上了 这个剧毒选择的是现在满级手帮上加满级的一个毒刺 那这样这个剧毒现在战线 哎呀 这也能被反杀的咯 那这样的话这个巫妖感觉也要凉 VS追缘过来以后 这里吼上一个减甲 给上一个脑瓦 这里举一下 砸晕两个人 两个人现在 这好僵硬啊 尼尔托斯这些人的一个游走 他这个阵容本身就不是很擅长游走 赏就一个赏金的游走点 剑可能多的还是去战线 然后找赏金这个点 另外就是赏金总是跑到下路来去配合帕克 配合这个VS想搞一个帕克 这个想法就有问题 就是想法就有问题 一波眼下开悟 对方可以蹲等着你过来送一波 非常愉快的等你过来送一波 这帕克上来以后这两个人破误了 哎 有点着急 这两个人有点着急了 在一个咱们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呢 上路两个人是完成了一波一换一 我这里给大家道个钱没有看到 但是这个一换一应该是不难想象 对吧 肯定是这个小鱼先杀的这个剧毒 然后自己被毒死 肯定是这么个剧情 这里VS换出来以后 换鞋换鞋 别客气 换出来 先把Mate Control带走 这个家伙已经搞了半天事情了 现在所有的技能都在CD TB的这个平A只要打出来就是死了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是升级了吧 这是KKY升级了 好像这个光 是升级了 还是放了个什么技能 好像没有人的技能是这个特效 应该就是升级了 大地母亲护佑着你 这波帕克进来的这个大招 其实给的位置还是不错的 但是现在TB已经开出了变身 血量还说得过去 而且这个大招的时间 好像持续时间也快到了 这里马桶打出够 够 看看KKY学一个大招出来 学的是什么 学了个NOWA 强行要追一波TB TB这时候还在跑 应该是跑不掉了吧 拉回一个沉默 再吐一口 这个上面现在并没有胜残 再吐一口 土猫滚 滚到了 这样的话 但是你看那个TB是有多硬 但是吃了对方多少普攻才死 那么最后还是被毒布 直接一个毒标给带走了 这个土猫被带走以后呢 双方这一波是一波二混三 但是死掉的是两个大哥 而对方的两个大哥都没死 两个大哥换了对方撒酱油 甚至这波小鱼根本就没有来 而当然了 几方的这个剧毒也没有来 因为这两个人刚刚在上路 夫妻双双双把家还了 剧毒的第一件装备选择 则是做了一个点筋手 小鱼则是准备直接去做引刀带节奏了 这波拉比克是偷了一个恐惧不动 剪甲 TB的装备甲腿战骨也是属性加了飞起 这也是抢到了这个神符 MP这里是给了对方一个锤 但是好像有点浪费蓝的感觉 经济方面现在剧毒的经济是补起来了 小鱼继续保持着拳掌第一 亚龙的经济现在是落到了拳掌第四 好在帕克的经济不错 而且MP的这个经济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健 这个大家伙到底是怎么在一线队里立足的 我现在很想知道 难道是因为他的国籍问题吗 你看这个僵硬的补刀 好在现在远程兵没有之前的版本那么值钱了 这里土猫过来给一套一脚石道踢晕 for a while 这里直接是被对方带走 这样小鱼的经济呢继续保持着巨大的一个优势 这个中路留一拨TB TB手里边是有换血的哟 换一个血 可是我给偷了一个换血非常漂亮 没有过分啊 确实有可能是因为他的国籍问题啊 韩国现在没有什么人打到他呀 就是整个韩国你想找出第二个比他强的来 可能还真找不出来 这是一个比较悲剧的事情 MP这波肯定是凉了 这个毫无疑问 而且是零贡献的一个凉 对方撒一个粉 独步这波也要死 临死之前能再给上一个标记 吃个魔伴再给一个标记 自己再可以放心的去了 这边土帽是暂停了一下 那么亚龙这里电脑伺乎又出问题了 感觉好像新版本比赛的过程当中 总是会出现这种 出现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问题 咱们路人局好像没这么多事 独步这波量了以后 双方的人头数会被追到一个平局 这边直播先 直播信号断了一下 直播信号断了一下 这儿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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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问题被这个直播咱们断了 直播断了 那这样了没办法了咱们就只能是继续给大家录了 只能给大家录就没办法直播了 所以大家录播的观众给我点时间啊 我去跟这个直播间的观众说一事好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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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下落这波打起来以后呢 毒部又是第一时间直接被秒 呃 看看帕克的这个大招定住的人稍微有一点点少 而且自己是被留住了 这样的话 暂时是变成了一个帕克和呃 呃 对方赏金的一波一换一 forvive的这个剧毒 现在身上的装备是准备走一个 应该是要走没吸管的路线了 Miracle的这个小鱼在引刀出来了以后的前两波团战打的还是相当的成功 剧毒这里开一个大招出来啊 这里哎偷了一个换血 kky的一个换血量了 这里土猫交一个大招 配合kky的换血是换掉了对方的一个forvive 但是自己也要死 这波tb收割了 tb收割了有一点僵硬 呃这波团战最后QO也是被Miracle找到了一个机会直接击杀 Miracle这把引刀出来了以后确实还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而且呃 tb在面对对方这种引刀突然间跳脸的输出 有的时候这个抬手是抬不出来的 而且这场比赛Liquid这个阵容的沉默和控制小控制还比较多 咱们这个直播间 直播不了啊没办法 那么这样的话咱们只录制的话就简单了 只录制的话咱们把这个两个对标直接去掉啊 只录制就省事多了 看下GHGH这里回头一脚踢 但是自己还是在被减速的一个状态 不过还好自己的队友又是给举了一手 QO的TB这波感觉要凉 对方是插一个真眼是看到了这个小鱼 手里面是有换血的 应该是要找上换血 但被对方直接给上一个沉默 这样比赛确实液体沉默比较多 而且在所有人都在的情况下 这个呃 输出就是魔法输出 应该说还是够用的 这个位置看一下巫妖 靠着自己山上的这个冰甲 还在绣对方 你这个绣的就没必要了吧 你直接上高地步完了吗 你这去绣一个小鱼一个巫妖 这个在绣一个小鱼 是什么样的思路 有什么感觉这个游戏的帧数这么低啊 我突然 他感觉这个游戏的帧数很低啊 不知道这个视频录出来以后 会不会是这样 但是感觉有可能会是 这个地方如果大家感觉这个帧数很低的话 先别着急啊 我去看一下 这波帕克出来以后啊 还是被留住了 再给上一个标记 这个感觉跑不掉了 有点 船走以后呢 再开一个F 再想挑刀走吗 还是想挑刀走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最终还是带着标记 被对方的TB给收掉 这样经济方面 小鱼的领先优势 已经非常非常之巨大了 可以说 这个优势已经大到了 不太好去 不太好弥补下来了 这个视频为什么感觉这么卡呢 如果我的赏金这个地方给上一个标记 然后TB继续给输出 但是自己的本体有点追不上去 巫妖这里甩一个大家 加上VS的一个锤锤柱 漂亮 这波还是打得相当的成功 FW这个地方是开启自己的大招 VS换一手 还真救下来了 把这个FW VS这种换还是很漂亮的 所以但是帕克追上来以后 还是强行一套技能直接给带走 嗯 帧数感觉好低啊 这个帧数 为什么会这样呢 而且还就是游戏帧数低 我的那个小熊没事 那这样吧 我把这个游戏关了重新连一下吧 这个大家稍微等我一下 因为我从我这看 那个游戏特别的卡 我不知道是这个录像软件的原因 还是什么原因 但是 我从录像的这个预览这块特别卡 嗯 现在好像是好了 从我这看起来 现在是好了 看看这个 我不知道这个 咱们露出来以后的效果 刚才会不会是那种状态 如果是那种状态的话呢 呃 现在应该是已经没事了 但是刚才那段 我估计也是让很多观众 就会觉得很难受啊 这场比赛打到现在为止来看的话呢 双方的一个经济差距 还是不算太大 主要的一个差距 其实是在这个VS身上 这个一号位的VS在这样比赛当中 发挥出来的一个效果太差了 应该说 看看中落这里 小鱼也是开着大招 强行上来去怼这个乌妖 这波乌妖呢 感觉应该是凉了 自己支援过来的队友 看看能不能去留着对方这个小鱼 但是这个小鱼现在似乎是有点无解啊 TB这里开一个大招 对方直接是堵在这个高低下面要硬上了 这样的话 TB在回来以后也是被对方直接带走 剧毒在这个地方呢 开出了一个大招 但是这个大招其实开的也挺绝望的 帕克的一个心血之痕直接带走 那这样的话 莫名其妙是直接打了一波灵魂色 那这样比赛感觉结束了呀 真心是感觉这样比赛已经结束了 这个地方MP的VS回来以后直接被带走 这样的话一套技能直接击杀成功 那么这场比赛液体等于实际然是在这个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基本上就等于没有给这个 Emmortals什么机会 打到现在来看的话 我看不到任何这个Emmortals有可能能够形成翻盘的点 小鱼现在的经济已经是有了连击刀直接奔着冰眼去出了 而且这个冰眼已经是快要做出来了 现在他的冰眼大概只差一千块钱 就可以做出来了 亚龙直接选择是回到自己家的上路 那么中路的高地现在虽然说没有破掉 但是双方的经济差在这一波团战结束以后 已经刷开到了八千架 等于是送了对方一波这个五人团灭 差距也是非常的巨大 哎 今天的这个 多时之秋啊 这个时候Emmortals选择进来打盾呢 感觉好像Liquid没有意识到 没有意识到对方在打这个肉扇盾 这个肉扇盾还是要QO去拿 但是QO TB这个英雄带盾好像没什么卵用 TB比较适合拿三代肉扇 三代肉扇给TB是真好使 三代肉扇带刷新带盾 然后奶酪也可以拿出来 奶酪也可以逃出来 这样的等于是有两个变身两个换血 这个好打多了 这个洒粉呢是 撒到了对方的赏金还真是 这里给上一个标记 接着往回撤 小鱼 过来以后先找这个剧毒 剧毒直接被秒 赏金也是直接被秒 那么Emmortals现在这个团战 没法接 他们自己这个阵容拿的问题比较大 团战 完全没办法去接 只要一接这个团战就是必死 绝对是一个必死 我们这样的话这场比赛应该是马上就要结束了 这个强拆中路是挡不了的 现在完全没有任何的可能性能够把这个强拆中路这件事情给挡住 Curo的TB现在也没有变身 出来的话只能是放一个倒影 这场比赛应该说Emmortals这个中路TB去打对方的亚龙 这个想法和实际效果还是相当不错 但是整体的阵容拿的有一点点虾 尤其是在最后一手这个一号位VS上 再加上这个 加油的个人实力也真的是个硬伤 如果Emmortals这支队伍能够有一个 如果他们的一号位啊 又一号位的水平能有 能有妖精的水平 能有妖精的水平都可以 但是这个家伙确实是连妖精的水平都达不到 小鱼这已经是做出了冰眼 这样比赛已经结束 Daya's bottom shrine is under attack Daya's bottom shrine has fallen A prize 啊 戴比的这个巫妖又是再一次被小鱼单抓 单抓成功了以后 TB现在是有变身 分身斧 甲腿 战骨 这个战装备其实现在看起来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寒酸 帕克跟亚龙两个人的经济已经都是追上了这个TB 那么现在TB的这个作战能力就是远远不如对方了 再加上这场比赛确实从个人实力上 Liquid这五个人的个人实力真的是把Immortals给碾压了 其实我之前在这个赛前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个判断 我觉得Immortals不是完全不可能获胜 因为最近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 Liquid这支战队的战线一直有问题 就是他们的战线经常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劣势 而这个版本战线强的一方对于比赛的一个控制力会很强 但是没有想到Immortals在这两场比赛当中 他们在战线期的时候其实都等于没有打出什么优势 大家可以看这个经济走势 等于在战线期他们就没有这个经济的优势 经验优势也没有 那么你这支队伍在一个相对来说底蕴比较差的情况下 如果你想去跟Liquid这样的一支队伍去拼这种中后期 团战的处理执行力 还有这个战术思路上面的一个落后都是全方位的 这样打下来的话 这个比赛的结果也就显然异见了 土猫被对方找到以后换回来以后 居然是被GH一个人嗅了三个人 这一波反打成功 那直接GG了就可以 这个就没有必要再往后拖了 死掉的三个人都没有这个 没有任何的一个买活的可能性 因为已经半天没有发钱了 QO这个位置呢 自己的本体也是被对方五个人直接追杀 自己唯一剩下的一个队友是一个赏金 只能给给标记 给个标记 给个标弹一下 这里被对方偷了一个换血以后呢 又被Growky给反换回来了 自己换了一个血 结果KKY非常快的手速反换回来以后 也直接把这个血又换回去 那这样的话就打出了GG 这样的话我们恭喜液体 2比0轻松愉快的战胜 Emmortus晋级到了今天的胜者组决赛 半决赛 那么今天的胜者组半决赛的对战双方呢 将会是NUBI对战Liquid的比赛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先录到这里 咱们稍事休息 然后等一会儿这个下一场比赛 然后咱们下一场比赛开始以后呢 咱们给大家开播 好 1 1 1 感谢观看